二姐说这么多年来都没有照顾过老人的生活 然后你还殴打老人 那什么他没跟我在一起住 没有在一起住 那你有没有给过老人家赡养费 我买过 我每年我去看过他 我给他买东西 我没带过什么 我花过钱 我该花钱我必须得花 因为老人嘛 我必须得笑容 你跟您婆婆的关系怎么样 婆婆一样 还行 但为什么 我现在听到的是两个差距这么大的版本 我没打过 他是老人嘛 咱也有父母 是不是 那为什么母亲在农村住得那么差 到城里来跟你们一起住 你们把他哄出去 我没哄过 叫他来他不来 叫他来过他不来 余大姐我问你 如果说现在老太太 在农村里面条件因为差 住得不好 如果现在要让她回来跟你们一块住 你们愿意带她住吗 来我赛养她 我赤养她 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 好像刚才苏二姐说 三哥过世是报应 是吗 他是你的哥哥 对我 所以这些词让我们听起来都是有点触耳惊心 就觉得一个家庭 亲子妹 怎么会是这样 第二点呢就是 刚才我也确实感觉到有一个疑问 就是你说到你一直在照顾老人 但是呢妈妈住的条件非常差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包括你 包括这位大哥 包括你们的小妹 做什么 做什么了呢 还是说就把母亲当作一个标本摆在那儿 你看她过得这么差 所以母亲这么差 全都是由于三哥一家占了这个房子 那么这样听上去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痛心 仿佛你们今天到这来 确实目的动机不纯 虽然说坐在这里 你们说了很多的理由 但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幸福 或者说让我们旁观者幸福 我想任何的一个家族成员 我们都不能翻脸比翻书还要快 包括在座的每一位 所以我在想都是一家人 我们今天清醒一点 理智一点 冷静一点 尊重历史 尊重事实 把问题解决掉 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也是一个事实 我希望你们虽然是孤儿哗女 但是我们也要面对现实 的确是把一个自己金金有份的东西 当成自己的了